诸位同学 大家好 大拉斯的佛琪圆满了 你们紧接着召开了一个美国尽忠互法会议 有意要邀请中国的法司到美国各地方讲经红法 这是很好的构想 也是真正的好似 大家都知道 现代红法人才非常缺乏 世间四群 只有人才是最难得的 人才的培养需要精心的照顾 长时间才能够陪于成就 而人才最重要的 最根本的是德行 如果没有德行 只有才华 不但不能沉思 而且造业障 于自于他 于教都没有好处 才与的培养不难 德行的培养就难 现代的社会 跟古时候不一样了 明文利亚 五欲六成的诱惑 比古时候增长了 倍倍千倍都不止 所以我们想想 古人在那个环境之下 很少的诱惑 他都要很谨慎地就防范 唯恐退转 我们身在现代的社会 什么人有能力 避免物欲的诱惑 如果免不了诱惑 必定退统 必定造业 那就是古人常讲的 《袈裟之下是人生》 是非常可怜可悲的一种事情 品德的修养 在今天的社会 要靠自己 在过去 父母 老师 能帮上忙 可以做增长人 现代的社会不行 现代社会是提倡民主自由开放 儿女不听父母教诲 学生不接受老师的劝告 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 不靠自己 那就业无所成 靠自己 就是自己要觉悟啊 三规要念念不忘啊 觉而不靡 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念念与觉真性相应 念念与力迷些人 这才有救啊 这个是 诸位同学们 要深深地警惕住 德行 德是什么 行是什么 这两个字的含义要搞清楚 行是我们的行为 行为包括思想 见解 言语 以及身体的造作 通称为三叶行为 那么什么叫德呢 德是性德 自性本具的 德呢 与信德相应 这一种行为 叫德行 那么什么叫信德 大臣经教里头 世尊说的很多啊 一念自信 是信德 是信德 弥陀经上讲的 一心不乱 是信德 那么由此可知 义是多么重要 古大德曾经说 古大德曾经说 舍得义万四比 主要晓得 义就是真心 义就是自信 义就是真义 这个义不是数量 那一二三四是数量 落在数量上 不是信德 这个义不是数字 而实际上 自信 信德是说不出来的 我们在讲经 曾经跟诸位介绍 四不可说 这天安台家讲的 天安台家这个说法 是根据大涅槃经里面 世尊讲过六种不可说 不可说就是不可思议啊 不得已 不得已 用这个来表示 用一个已 以捏 一心 一捏 一心 就是自己的真心 就是自己的本性 就是有情众生的佛心 就是有情众生的佛心 一切众生的发心 二念就变枝了 二念是什么 二念是无名 三念就是阿赖予了 一念是没有变的 一念是没有变的 所以说 与一念相应 纯真无妄 这种思想间接行为 这叫对性 这个说法是高了 这是发生大肆的德行 我们可望而不可激 在我们初学的人 德行那个标准是什么 降到最低了 最低的德行 就是世尊给我们讲的善辅 敬业善辅 我们的思想间接言行 确定要跟它相应 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要得行 敬业善辅总共有十一句 要记住啊 念念都不能忘啊 第一条 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司司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慈心不杀 是五战 是五战 你们想想看 孝亲 尊司 受持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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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刃 你与这个相应呢 这个行 叫代行 再提升 就受持三规 居足中戒 不凡为宜 再向上呢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臣 劝尽行者 这个十一句 是我们现在修学德行的标准 如果不在这上面建立 修任何一个法门 都不能成就 念佛也不能瓦森 佛在这个三触后头总结 那一句话重要啊 他说这三条啊 是一切祝福 这个是指摄方三世 一切祝福 敬业振音 修学有没有结果 有没有成就 关键在此的 那换一句话说 一切大小陈经 千言万语 四十九年所说 无非是 这个三条的群世而已啊 跟我们详家解释啊 这个难啊 学奖金的这个方法技术不难 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了 更新对你的一点的人 三个月也足够了 所以我们培训班 在讲经技术方面收到小 德行方面 一定要靠同学们自觉 自己认真努力 要发心 做事做饭啊 学为人思行为示范 要发这个大心啊 要烈如是大志 我们这一生才能度自己 才能帮助别人 我们考量 要邀请法师到国外去弘法利生 当然 德行是第一个要考量的 其次才是他的学术 这个对我们才有真正的利益 所以我们在此地 在一起共修的同学 为了将来到世界各个地方弘法利生 一定要砥砺自己的平等 要如理如法地休息 不辜负海内外 许许多多 这个护法的大德们的期望 成就自利利利他的功德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诸位将来的邀请 也要以这个为标准 他的思想 淫于行为 只要能与三福相应 我们就可以理解 特别着重在这一点 希望诸位都能够留意到 沃道师刚刚传证过来 告诉我 毛老就是往生的一些刺激 他写了不算太长 这一段文字 我们交给近中学会 交给此地近中学会 最近出了一个佛陀教育杂志 这个杂志是季刊刊号刚刚印出来 那么这一份资料 我们放在第二期 好在道师也很快 又回到这边来 新加坡 听说是下个月四号开始期 也举行一个春季的复期 那么秦道师到这边来主持 这一边佛教活动一些状况 我们也会详细地报告大家 有一些资料 这次 悟灵寺跟悟满寺 回到大拉斯会议带给你们 提供你们做参考 那么这次佛琪有这样殊胜的音乐 这是你们大拉斯常驻的法师居士们 莫大的功德 我在离开美国的时候 就常常想到 我希望佛琪是每一个月举行一次 不能中断 而佛学讲座也是每一个月举行一次 怕的是我们的体力精神比不上古人 不能像古人那么样的精进 所以我们举办一个星期 休息一个星期 这个一个月当中有一次佛学讲座 有一次佛琪 这才像一个道场啊 如果不愿意帮助社会一切大众 自己要做一个老修行 这是小城人 利益众生的意愿不强 只希望自己成就 那必须找一个深山 去建一个小毛棚 自己去修行 如果发这样的心 中国大陆在内地 还有不少这样修行的人 修学的环境也非常的理想 我们在中国 我们在中国法语言非常殊胜 我替你介绍一个小毛棚不困难 这是大臣心与小臣心不相同的地方 但是都值得赞叹 大臣心不相同的地方 大臣菩萨能够学极未然 犧牲牲 牲牲自己成就别人 大臣菩萨赞叹 你能劝两个人修 就比你自己精进 这两个人是真正往生做佛了 你这一生当中真正的帮助两个人 往生成佛了 就比你自己修行要精进 这个话怎么讲呢 世出世界最殊胜的佛报 最大的佛报是什么 帮助人做佛 这个佛报最大了 你要晓得 那一尊佛成佛之后 度多少众生 他度那么多众生 跟你有关系 你帮助他成佛的 等于说都是你度的 这功德利益还得了吗 你能帮助十几个人 你的佛报就无量无边了 试问问你自己能不能往生 决定的神仅途 那这么多人在极乐世界 在阿弥陀佛身边 你临命宗时 他们这些人会拉住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为什么呢 知恩报恩 他们想到 我为什么能到极乐世界 他帮忙我的呀 这个恩人怎么能忘记呢 只要他自己临命宗时 心不颠倒 神智清楚 念佛的功夫差一点也不要紧 这些人也会把阿弥陀佛 拉着来接引你呀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们要想到 所以发大臣心 发大臣欲 修大臣行 一切诸佛菩萨 没有一个不赞叹 你们在经上看到 哪个佛去赞叹小臣人 小臣经里面有赞叹 大臣经里面没有赞叹 我们在论言经上看到 释迦牟尼佛自卑小臣 呵斥小臣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要懂这个意思 大臣行可贵 大臣行即可就得到一切诸佛的佛念 隆天善神的拥护 小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得感应不容易 这是诸位同修必须要知道的 这个话不是我随便说的 都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 尤其法华经上 佛明白开示末法时期 大臣奇迹小臣不奇迹 这个我们现在深深能够体会到 佛为什么说这些话呢 佛清楚 古时候小臣奇迹 古时候的社会是封闭的 是保守的 是小臣奇迹 现在这个社会是开放的 开放的社会 自由的社会 大臣奇迹小臣不奇迹 在这个社会宣传保守的这种修学法 一般人很难接受啊 这是我很多年前呢 我讲过法华经大义 好像洛言代还有 曾经好像是六十次讲远满的 法华大义 那个里面给数位详细报告过 那么今天 长普法斯也提了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小臣呢 退不退的问题 今天时间到了 这个问题留在明天跟诸位解答 为什么他会退转 到底退到什么程度 这也是我们学佛人很关心的事情 如何能保持不退转 这才是重要课题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祝福诸位同修功德圆满 希望好好地保持这个功德 马拉居士是念佛人的母范 我们应该要向他学习 这是诸位这一次亲眼所见到的 正如五道四家的 他主持过许多次的佛琪 这一次亲眼见到小国 诸位功德不可思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